吃點心 阿昆 怎麼回事走到上海這麼遠 對, 你先不跟我們商量一下 是一份新工 不是, 是公司在上海的新線 你不是說你辭職了嗎 大老闆一定要留住我 他是找不到一個幫手的人 替他照顧上海的東西 他還說加了二十個薪薪 那真是好像看得起你 好, 做生不如做熟 那你上到上面 就差不多打了色 畢竟我做了這麼多年 肯定是有感情的 說走就走 感情這件事我已經放下了 現在最重要就是事業第一 姐姐, 你真聰明 聰明得快會飛了 你說吧, 美國回來有多久 轉頭就說要去上海 當然了, 貪過山高皇帝縣 那女兒當然是去做事 你以為會玩嗎 爸爸, 我去一個月而已 我要看那邊有沒有發展 才決定留不留下來 放在這邊過去 只有兩、三個鐘頭飛機而已 對了, 爸爸, 你不用擔心 阿華經常在上海公幹的 他們倆互相照顧就行了 總之去了, 覺得有甚麼不妥 趕快回來吧 一個人在那裡屈住就無謂了, 對吧 不用你說嘛, 現在阿歡傻了 媽 這樣吧, 待會兒你和我一起去求支簽 看看你甚麼時候起行 我星期六要起行的了 太多事了, 我一定要早點上去 幹甚麼, 吹命符嗎 不用這麼趕 這麼收拾行李, 買一件大衣服也要 去到這麼遠 媽, 你是不是這麼累才行 現在上面很旺, 上去才買不一樣 你呢, 多讀兩個傳書回來疼, 媽媽 那我說事實而已 你多吃點心吧, 別有口水多過茶了 你應該有位面試, 未來設計師 是啊, 我還要趕兩場 我的袋子呢 爸爸, 要個叉燒包 三二三二, 買三十二 十二點零五分 Edmond說幫你買了一件大衣服 還有很想念你 謝謝 誰 沒甚麼 你說哪個票, 哪一間 頭長人問點 九龍灣你不認識了吧 哪一間 英美中心 十樓版的稿 那你也知道 你姐姐我做的時裝這麼多年 怎麼會不知道 不過那間公司只是做大陸線的 不好的? 那不如不要浪費腳骨力了 小公司來的, 做到死都沒人認識你 第二場呢, 第二場是哪一間 這不是貴閣下的那間CAS的 Second Inn 那不就是Alfred旺伊莉 是呀 他肯定很挑剔的, 要不需要我幫你發聲 我免得我和姐姐 將來被人指指點點 況且你弟弟我的功能和表演 一向都不差 那甚麼時候都是靠自己好一點 難得 弟弟, 姐姐支持你 獎你一隻罐湯餃 不過呢, 只要拿一隻給我 那你死我 你姐姐一向是習慣人的 那現在大哥不在這兒呢 這就是我最大 讓我去照顧你們 我去拿 你有沒有發覺 姐姐今天心情好像特別漂亮 都不像失望 是呀, 前幾天才說跌倒 這原因令我和媽媽多擔心 這麼快就沒事了 阿歡一向都是男性格的 她的人很堅強 你呀, 總是不通氣 加上女兒去上海那邊 走開一下就多好 比她在香港和那個壞人 常常碰口碰面多沒人 我就知道了, 阿嘉 無論怎樣也好 總之現在見到她沒事 我和阿倩兩個都安心了 是呀, 你說做豉油雞呀 還沒買豉油 想想也不好 大媽的傷口還沒康復 吃得豉油多才很難脆 你呀, 媽媽真是超過的 這麼多天了, 媽媽都康復了 你看她這幾天, 挺好笑容 你不覺得奇怪嗎 一個傷口流血埋口結招 都要兩三個星期了 而且男女感情的事 傷親都是重傷的了 她又會這麼快沒事的 我記得你經常說 那個女兒呢, 有樣不幸 就是她樣不像我 有樣不幸就是頸像我硬頸 那通常這些硬頸的人呢 做人當然硬頸一點的 有什麼事搭傷 啪啪啪啪啪 又起床重新做人的了 唉, 她這次肯去到上海這麼遠 其實她怕她自己有什麼行錯答錯 氣壞你呀, 她考述你呀 那你記不記得 我在觀塘車花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記得 那時候我經常送火食 上工廠大廈就認識到你了 那時候你就厲害了 幾個廠長全部瞪著 後來老闊爺 知道你認識我這個兒子之後 就急著抓抓抓跳 十萬沒有三千 一簽就簽到北角了 搬去紀院也沒用了 紀院我也要坐樓回去觀塘去見你的 到底你還不成功做雞 一齊白痘呢 那時候家說你什麼 我都當她耳邊風了 不過我幸好 抓到你這個老實傻人 但是我們阿歡認識了Edmond 我真是怕遲早是一個禍 你說阿歡為了愛民才去上海? 那個女兒是我生的 她動著頭髮我都知道她想做什麼 女人就是這樣 一認定了一個男人 就很難會變的 我們都年輕過 臭女兒, 回上海, 回上海了 回來審她 爐吵是有用的, 我就不用閉嘴了 晴晴塔塔這些事, 輪到我們審的 你現在跟她說什麼, 她都水過額背了 現在沒什麼看 看她不跟我們聊聊也跟姑姑聊聊 好, 很好, 很聰明 對了, 你那天校開的時裝表演 我也有去看 我記得, 我拿獎那天你也可以當評判 看你設計這件事, 你也很有設計的天才 謝謝 好, 讓你回去等消息 I hope I can see you again, 好嗎 謝謝你, 黃先生 謝謝 李先生, 你寄來那張書籍的招牌 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主任想要多清楚一點 好, 這裡 好的, 你先坐吧, 好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幫幫忙 好 幫幫忙 好 是Joyce的房間真大了吧 對呀, 你們猜誰會搬進這間房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一定不會是你 甚麼?現在做不到事嗎 做不做的事就是事小 最重要是樣子和身材 要有那麼多的事 現在的男人真壞 沒多久之前 就說辭職 現在又說要上一份公司 我老闆很厲害 弄得那個女人忌忌 現在心甘命低 上上海等他 不過有時候的事就是這樣 誰叫女人喜歡男人多一點 做事吧 做事吧 李先生, 你去Joyce Show 好, 謝謝 我應該認識你的 是不是在哪裡見過 我們在棧樓見過的 我們是Joyce的弟弟 Joyce, 你別上班了 我只是來見公的 你去Joyce 看見杰先生 是呀 好, 時間再聚 好 好, 進來吧 怎麼樣?選Joyce的設計師 很想老筋 不是, 這次這批 每個人都很聰明 最後這兩個 一個是李天安 另一個叫Joe豐, 你自己看看 不錯呀 可是我還是想請姓芳那個 為甚麼 因為李天安是Joyce的弟弟